營區內用餐的行動規範 到餐廳入座後執行人員可統一下令開動 或按到達前後自行用餐 用餐完畢後自行離開 入五級新訓單位或特定單位由單位定職 好這個是有關 這個行動規範有關用餐的行動規範 那剛才有念到 你如果到營區的餐廳裡面 入座之後 可由執行官下達統一開動的口令 或者是依照你進去餐廳的先後順序 然後實施這個用餐 那這一點方面呢 我相信各單位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來做實施 只是說 有一些單位可能會在用餐入座後 還沒開動前 來實施一些 不管是動作的要求 或者是其他的要求事項 尤其以這個新訓單位 或入五訓的這個階段 較多 那你如果下部隊的時候 你的這個連上還有這樣的情勢的話 其實比較 奇怪的地方 因為 所有的這個 各項的餐廳的禮節 應該在新訓或入五教育的時候 就已經把它完成了 那你下部隊的時候應該都已經知道相關的規範 所以這個下部隊你到餐廳實施用餐的時候 應該是不會有這種執行官或者是執行班長 在統一開動前的時候 特別對所有的人員的動作 來實施糾局 或者是要求 所以 各部隊如果你是下部隊的單位 大部分用餐的時候 都是自行用餐 也就是 各連到餐廳 然後實施打飯作業 打完飯你到你的座位上 之後 你就可以實施用餐了 就不用在那邊 等統一開動的這個口令 大部分的下部隊的單位都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剛才這個條文裡面我們特別看到 有關下餐廳的部分 我剛才念到的 是 用餐完畢 是自行離開 所以沒有那種說 動作停 倒菜渣 然後起立 一位 有沒有 取板凳什麼 沒有 各部隊應該是下餐廳的時候 是自行離開 當然啦 有一些單位可能說 你如果在執行官 宣達前你要先離開餐廳的話 應該是要先行跟執行官 做一個報備的動作 意思是說 你到下部隊的時候 已經不用 按照這個 像新訓的標準 統一上餐廳 統一開動 統一下餐廳 統一菜渣集中 統一去洗餐盤 這個步驟 所以這些 就沒有在這個相關的規範裡面 所以 我們內部管理的規範 只要是這個用餐的部分 是統一帶上餐廳 沒錯 那也可以由單位執行官 統一下達 開動的口令 或者是 按照你先後順序 來實施開動 但是有關下餐廳的部分 是由各連 自行 用完餐 就下餐廳了 除非 你是入伍訓 或者是這個新訓單位的人員 為了求整齊 及部隊的 這個嚴整性 會由執行官統一下達 下餐廳的口令 這個是有關新訓 或者是入伍訓的部分 或者是你是一個特殊單位 的話 才有這種統一下餐廳的口令 所以 如果你是一個下部隊的單位 你已經下部隊了 如果你的餐廳還在使用 統一下餐廳的口令的話 其實 他是與 內部管理規定 不符的喔 所以今天如果 執行官突然跟你宣達說 等一下說了用完餐 統一下餐廳 這就有問題了 這個執行官是違反 內部管理規定 但是可能 如果連上有一些 特殊的狀況之下 可能久久一次 這有可能 那如果你的部隊 一直都是統一下餐廳的話 那我們可以說 你的部隊 已經違反了 內部管理的相關規定 這是有關 這個用餐的 集合 及統一 用餐 還有下餐廳 的相關規範 你 感覺好嗎? 在這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